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迷藤 我們今天喜歡的下面一拳超人最強之腦 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哲平還算是蠻忙的啦 所以盡可能的話 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再 慢慢的把時間調整回來喔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話 真的就是 有點過忙的那種感覺喔 好不好 那最近的話 我們上次的影片是拍到了 就是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錢 就是可以充值啦 因為基本上在假日的時候喔 因為前幾天是假日嘛 假日的時候如果哲平沒有就是 沒有在平日的時候先轉匯款的話 哲平的錢是拿不出來的喔 所以就沒有錢可以買我們的禮包啦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拿出來了 拿出來的話 我們就來買一下我們的禮包 然後順便把我們第一抽的SSR角色給他抽出來 然後就來打一下我們這個萬聖級的關卡 那這幾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再慢慢抽啦 就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嘿嘿 如果不要保底的話那最好啦 但保底的話 這一次大九點大家那麼推薦的話 我應該也是會... 看一下能不能花180抽 把他給他抽出來 這樣感覺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先來抽一下我們的打阿九點啦 那大九點的話 這邊的話呢 嘿 我們上次先抽了50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話大概抽個20抽 或是抽個10抽 大概就會中到SSR角色了 那希望是可以中到我們大九點啦 拜託好不好 拜託拜託拜託喔 我已經很多棋都歪掉了 看一下這一次會不會歪掉 60抽 金色的 啊 這邊是我們這個出入頭角的人氣旺旺的A級英雄喔 這應該是那個吧 青燕還是那個 極限閃電吧 對不對 欸 阿 現在 猜錯了 是我們這個竹筍人啦 竹筍槍人齁 這是我們第60抽喔 再來是第70抽 會不會其實過了一天之後 他就整個刷新了 應該不太可能吧 有了 我頭怪組是普通人的擠背後喔 這第一隻就SR的話 代表我們的這一邊的話 應該會有機會中到一隻SSR喔 來 來看一下我們大九點的那個特殊標語喔 該SSR了吧 來了吧 沒有 哇喔 欸 那 金 哇喔 第80抽嗎 哇 不會吧 最近又要這麼衰是不是 黃金的該來了吧 來了吧 沒有欸 完了 欸 我覺得 我真的是 衰到一個爆表 還是其實當天要抽個70抽才會比較順啦 因為我上次只有抽50抽阿 然後我現在就是第90抽了 各位 哇喔 太扯了吧 第90抽了喔 還是沒有出金的喔 開出了吧 還沒有欸 完了完了完了 那我覺得以後的話應該建議大家就是 當天就抽到那個吧 當天就把他全部抽完吧 不然這樣 迴逼欸 我們現在已經抽了 我看一下喔 我們已經抽了80抽 還什麼都沒有喔 那搞不好就是要到100抽還是多少抽會有吧 搞不好 那只能再買禮包了 哇 這樣搞定嗎 我的天 這邊先再來買個25吧 我的天阿 太扯了吧 完了 完蛋了各位 完蛋了完蛋了 但是 至少啦 最後還是要抽到180抽嘛 所以就算了 好扯喔 怎麼會這樣子阿 因為你想說 我們上次已經抽了50抽了 對不對 這抽再沒有的話 我真的覺得就過分了喔 來了 算了 先集中精神 對付眼前的敵人 這感覺就是英雄角色阿 那完啦歪啦 誰阿 我傻眼欸 我是真的傻眼好不好 我我我我我我 我受不了阿各位 受不了阿 這邊的話基本上是100抽了 所以我們下一次的話可能就是抽80抽 我直接把他給抽出來吧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話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不是都是抽70抽多少嗎 就直接中了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到100抽 誇張 好不好 誇張 衰小 好不好是衰小 好 沒關係我們來打一下這個 萬聖節的活動吧 來轉換一下心情 好扯喔 我的天阿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這一次的話是我們萬聖節轉蛋 這是完蛋的活動阿 不過我覺得我已經 就是 比較晚一點點了 因為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靈魂挑戰就是可以打那個大BOSS 然後不給糖救導彈這邊的話是前往 家園去尋找那個導彈鬼 就是 他會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比如說 英雄阿 或是怪人阿 在路上你要發糖果給他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製作南瓜派 誒 那這到底是 這個吧 遊街 遊街狂歡吧 這個才對阿 對對對 從這邊開始打 然後今天的話是怪人 怪人的遊街日 然後 還會有那個英雄的遊街日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看一下那個 英雄跟怪人的遊街日的什麼東西鬼的 好不好 大家就可以那個 大家就可以在那個 那段時間阿 來那個 來讓他們就是 出來 然後來打他們這樣感覺喔 哇塞我今天 心情也是一個難以平步捏齁 哇 真的是 受不了 因為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在標語旁邊的話其實會顯示 就是那個 英雄的頭像或是怪人的頭像 那像剛剛那邊的話其實很明顯就是 顯示了那個 英雄的頭像阿 所以就很明顯的就絕對不是 我們的 大熊眼這樣子喔 欸這個真的是情緒起伏很大捏齁 我真的是天阿 而且 這一次抽到100抽咧 我覺得真的是 有點誇張 我是說加上次啦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是要 一次就把那個有沒有 一次就把我們就是那個 SSR角色抽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之前都是抽個60、70抽嘛對不對 但 這次等於我們又抽了多少 我們上次抽了50 這次等於又抽了50抽才把它抽出來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個迷信阿好不好 但是我這次就真的是 應該說不是這一次 這幾次欸 好不好 又回到了我們那個 非洲天團了 我已經好久沒有在那個 一群超人歐洲了 好慘喔 等一下 這個 這個模式感覺好像 有比較硬一點點欸 而且這一次的話就是 英雄跟英雄的隊伍 然後 怪人打英雄的隊伍這樣 所以就代表我們這邊的話 要打的話呢 就是你只能用那個怪人隊伍來打 然後我發現就是 有比較硬一點點 這哇 你看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基本上 因為是前面是那個 精英複製人的關係阿 但是 確實也是 稍微比較難打一點點欸 三節棍莉莉 可是我們打的是 吹犬欸 阿三節棍莉莉在哪裡 呵呵呵 抓抓 好結束 沒有問題 哇還有第二波喔 哇塞 欸這次的 這次的這個萬聖節 好像真的是 有點兒厲害喔 真的有點厲害欸 有點硬欸 欸我的豪傑這些的話 基本上也不是說完全沒練欸 也是有一點點能力的喔 但是 哇好扯喔 他打誰 哇他直接把豪傑打 欸這一個萬聖節活動 有難欸 哇 哇哇哇哇哇哇 是真的有難欸 還是 還是 我太 我太小看還是什麼 好猛喔 他把我打爆了欸 哇 哇 這個萬聖節有 今天活動我打不贏欸 這第一 第一隻我就打不贏了喔 那後面這個龍捲怎麼辦 欸 我第一關就敗北喔 Oh my god 欸我第一關就敗北了欸 好扯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稍微要 要調整一下了喔 這個 這不能亂搞了 要手動一下 欸怎麼這麼 有這麼難是不是 這蠻酷炫的欸 這 出我預料之外欸 我想說應該 應該是還好的吧 結果 哇我們居然被打爆 那應該就是 那個控制器那些要再 好好的控制一下了喔 這個 過來下來 這隻 好 那我們待會的話用手控看看喔 哇塞 很猛欸 很猛欸 不是我在講欸 很猛欸 然後 對啊 好像有點厲害的感覺 然後有沒有其他核心啊 好像也沒有其他核心可以用了齁 就這樣再打一次看看吧 欸不是阿 我剛剛基本上 我是讓他自動開啦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動開的關係 好不好 好像有點強欸 好解決 目前萊豬感覺起來的話 好像 欸還好啊 怎麼會好像很強樣 我們先慢慢的來打一下好了 先把一隻給解決 這次活動感覺真的是有比較硬邦邦一點點 就是跟以前比的話 差很多了喔 你看我們這邊直接被捲爆欸 說真的 你看我們那個博士跟那個 索尼克 而且這關的話 基本上還有兩波喔 我原本以為一波就結束了 結果有兩波 有兩波的話那就尷尬了 你知道嗎 欸真的是好猛喔 哈哈哈哈 原本想說很輕鬆 但是保氣也沒有 先吸阿嬤吸死這隻好了 好扯喔 所以這一次的話大概又要 又要那個流氣了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因為 我覺得這樣的話 打起來非常有成就感喔 因為 你就是 我比較喜歡打這種電腦關卡 然後你打的話你就要去 研究一些方法來打死他們這樣子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 怪人隊伍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比較尷尬一個局面 因為 因為說真的我們的 怪人隊伍真的沒有說很強 最近也還在努力的用這個 淘劫而已喔 哇尼捏 有辦法嗎 這邊應該抓抓就好了 然後這個吸阿嬤補血 前面用阿修多少錢來撐住就好喔 我覺得這一次萬聖節活動的話 我應該會打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頗有難度喔 頗有難度 這才第一波欸 我的天 後面還有欸 真的還假的啊 哈哈 真的還假的啦 這怎麼玩 來了第二波 這邊感覺就會被那個 水雙雙球板給灌爆阿 對不對 這邊先來讓他內傷一下好了 然後抓抓 然後回血 好猛的關卡喔 這才第一關欸 跟我們之前打的時候完全都 感覺都不太一樣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 獨角仙跟那個誰 跟我們波羅斯 可以補血阿 盡量讓這兩隻那個 努力一點點 然後獸王跟那個就爆開了 目前感覺起來是可以 因為我們的 波羅斯跟那個 獨角仙兩個 只要獨角仙補血阿 波羅斯就可以補血 這應該是還OK 但是我覺得 波羅斯會直接被那個 水雙雙囚犯 的天使衝擊驟爆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這萬聖節的活動 真的是有難欸 欸怎麼一直狂開阿 大招不用錢喔 他好像真的不用錢欸 欸真的欸 他有一堆火欸 這次的活動真的是蠻特別的 說真的 我們只要不要死 應該有機會喔 他這天使衝擊 你不要幫我們改打死就好了 沒事 OK喔 OK喔 然後我們就吸阿嬤補回來就好了 可是他氣太多了吧 所以我們是不是 但我們也沒有角色可以 鎖他技能阿 有阿 那個 深海王吧 完了 欸 好扯喔 這關卡 這關卡真的是扯 我打不贏了各位 我打不贏了 好啦 那我們基本上的話 我們是先抽了我們的那個 50抽喔 那加了昨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抽了100抽 但是還沒看到大救援 而且出來的是我們那個背心大師有點 嘖 有點尷尬好不好 哈哈 那大家現在都投到幾抽了 有沒有打我們這個萬聖節活動 覺得萬聖節活動真的變得比較厲害的話 你覺得很喜歡的科學影片 點個喜歡好不好 那麼這期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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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